创意比才近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价钱多知 大部分十五礼拜出现一个 岛型反转缺口 我说这一个波段起掌讯号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当时候给你的策略 很简单 任何的拉回站在买方 你之前看一下一月份 当初台股来到9319 一样出现一个 岛型反转的波段起掌讯号 结果当时候大盘数 涨了1700多点 所以这次的台股 讯号出来了 接下来先看1097 所以当今天回档 可不不许 要懂得在的时候 逢低买 成本比较低 风险跟着降低 这你跟我合作的一个好处 所以当今天台股跌了54点 跌就是布局的时机 所以这两天下跌 可以买什么股票 昨天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当昨天台股盘中压回了41点 这一档群联赚两个股本的 长虹吞噬四为其长 当然可以买 昨天群联我买在279 这时间价位都跟你对过了 买完之后收盘282 那今天群联呢 收到台股回档54点 279一样可以低接 对 时间交易你去对 趁回档280附近买 当中交易在279附近 所以今天群联279一样低接 尾盘是280 所以不要怕跌 这个行情 目前来讲 今天涨 你看一下 红黑棒 红黑棒是比较多 黑棒的一个时间 通常是比较少 就同之前的9319 出现这个岛型反转缺口之后 大部分都大涨小回 都是长虹 对 那跌的时候是小黑黑棒 回档幅度都不深 所以我希望既然这个多头的信号 如此明确的情况下 你大胆来跟金老师 一起来低接 昨天我跟你讲 有一档股票 我在礼拜二已经布局了 他1到5月份零收 每个月跟金元比较 多大度成长超过一倍 昨天他涨停 我不太想公开 因为成本还没有拉开 我也不希望其他的分析师 进来凑那脑 但是还是有分析师 喜欢来追我的股票 包括昨天 我的会员打电话进来跟我讲 某种分析师 又在追高我们的泰硕 我们赚了三成 你昨天去追泰硕的 今天马上会套牢 亲爱观众 我常常提示你 不要乱追高我的股票 如果你跟着这种 会追高的分析师 压生对白 你自己要小心 你自己要好自为之 健老师的布局 当然是把一档股票基本面 是成长的筛选出来 买一点浮现我才会带你买 礼拜二我到底买哪一档基欧股 每月营收跟选业比较 都可以成长超过一倍 这档股票 要花时间 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交给我 我跟我的研究团队帮你选股 怎么买怎么卖的 亲老师亲自帮你抄刀 这档股票 传奇 你看看今年度的一月份到五月份 你说根圈比较都大度成长超过一倍 一月份根圈比较成长超过四倍 二月份三倍 三月份两倍 四月份一倍 五月份最新营收还超过两倍 他有一款游戏卖得相当好 所以让他的经年度的业绩 非常的惊艳 非常的下格 基本面大多成长的肌肉股 什么时候可以买 礼拜一我来不及买 礼拜冲最高 你们看到 礼拜一形态突破 他很快就拉上去 来不及买 但是礼拜二 6月11号 礼拜二 我不是跟你讲吗 我利用他盘中压的时候 进场做卡位的动作 除了基本面 非常亮丽的传奇之外 有没有 今天每月一收 根圈比较都成长超过一倍以上 没有错吧 然后出现新天亮 礼拜一就出现一个 波段的新天亮 礼拜二再度的出现新天亮 当然开塔位 亮星价型的概念 礼拜跟我买的一定还有高点 是不是 所以整个一个传奇 11点42分 82附近买 当周价格经过两分钟股价在81.8 82一定成交 为什么 礼拜的一个传奇收盘80.2 我买在82 我就买在82 就要是向来不喜欢用吹嘘的 或是蒙骗你们眼睛 告诉你每档股票的买点 都在最低点画个圈圈说买最低 或是每档股票的卖点 都画在最高点卖最高 那种事情我做不出来 因为会员也是在看我的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所以礼拜的传奇就买在82 82买完之后 昨天这样的尾盘攻涨停 今天传奇又大涨了8.3% 我本来想说今天如果涨停盘 我才公开 但是因为今天盘跌54点 传奇还能大涨8.3% 相当难能可贵的一档自由性个股 所以齐大叛医师 如果还想要追高我的股票 我也拿他没辙 只是说电视机的观众 如果你是肯定静老师的操作 你是欣赏我的一个反市场操作 就不要乱追高我的股票 好 我新的提醒你是希望你 每一档股票的一个价值型投资 买点浮现 第一个时间来跟我进场 安全可靠 又有波段行情 所以台股今天跌54点 你认为这个盘又要下来了吗 红K棒比较多 又出现岛型反转的波段反转讯号 这个盘简单容易 要赚取波段率的不难 真的不难 派硕这样就三成了 三成了 传奇两天就将近20% 这难道随便讲讲的吗 一档个股的基本面 我先搬你筛选出来 千老师给予会员承诺 不是企有股 我不会带他们买 一定是看到未来会成长性的 我才会出手 每月营收跟前面比较 都成长超过一倍以上 这都400% 300% 200% 100% 200% 以上的大度成长机有性的个股 礼拜二出现新天亮 亮仙价型概念还有高点 当然要做卡位的动作 买在82 你自己对时对价 当时价位在81.8 82买完之后 昨天礼拜三 两天 今天又大涨了8.3% 两天是8% 讲当然当然比定存好 定存一年才1% 是不是 行情既然已经来了 反攻的号角 也已经吹起这个讯号了 你就不要保守 你就不要怕跌 你就不要怕跌 你要喜欢跟我再跌的时候 逢低好好的来布局 知道吗 要懂得听进去 5月31号 这档股票 第一档13天转折向上 攻击量出来了 新天量出来了 要不要跟我买 杨明光 做围头影机的杨明光 5月31号当然可以买 6月3号 不跌了 杨明光不跌了 当然还是可以买 上礼拜四 端午年假之前 红鸡棒 杨明光 我说你当天跟我买的 现买现赚 这边都是买点 今天已经来到波段新高了 你知道吗 今天已经来到 96块半 端午节之前 都是很好的低节时机 来看一下 好不好 5月31号的杨明光 1万多张的攻击量 我接下来股票量大好进 好出又好赚 第一档13天转折向上 90块2可以买 6月3号 不跌的杨明光 89.4可以买 端午节之前 6月6号 杨明光 90块钱附近可以买 当天我买的 既然是现赚 就不会买在90 一定买在90底下 我们来对时对价一下 上礼拜是杨明光 9元47分 恐守者在89附近买 经过两半钟 股价一块钱88.7 你去对时对价 挂89买得到吗 轻松的低接 当天杨明光 我趁他回党 跌的时候告诉会员89可以买 你89跟我低接了 当天有没有现赚 收90 有没有赚一块钱 平盘以下买的 尾盘收在90 是不是先买先赚 既然我是不会吹嘘我的迹象 不会跟你说赚很多 但是真的买了就赚钱 不然是6月6号 还是6月3号的89.4 买在90以下的 你的感觉是如何 是不是低风险操作 我会随随便便带你去追高吗 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 所以整个杨明光 礼拜台股大涨157点 我没有公开 我在手里面晃一晃 对因为成本还没有拉开 他当然会涨 礼拜的杨明光 来到92块钱 台股大涨100多点 他当然会涨 今天杨明光难免可贵 大盘跌54点 他冲高来到96块半 波段新高 你跟我买在90以下的 上礼拜 这五天都很老买 尤其是端午节 廉价之前 当天最后的买点了 接下来就没有低点了 接下来就没有90块钱 以下的一个低点让你买 这礼拜你去看 是不是 买在低档的一个布局时期点 今天杨明光 已经来到96块半 为什么我喜欢操作杨明光 看好围头影的独占性 国内市场做围头影的 就只有杨明光 独占的一个市场 寡占性 所以之前这一段 三月份 我们这边创造41%的利润 就是因为围头影的一个市场 让它股价会说话 3月12号买在85.5的 来到3月24号 112减码 这样41% 就这一段是不是 所以前面有这一段 事成的一个成功经验 接下来第一档的布局 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成功 有没有帮会创造稳定的财富 所以这个盘很安全 不要怕跌 我在礼拜就跟你讲过了 现在的策略就只有一个 任何的回档 站在买胖 今天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大盘底 这档股票 就跟上个礼拜四 你跟我买杨明光一样 现买可以现赚 我趁他回档三天 有没有 礼拜二家 礼拜三 今天礼拜四 买在这个位置 尾盘拉上去 是不是先买现赚 那基本面好不好 5月营收 年成长超过一倍 超过100% 跟传奇一样 我选的股票 品质的保证 放心大胆来跟我递接 今天趁着他回档三天 大盘今天跌54点 逢低买 今天买现买现赚 像这种股票 基本面强 今天来到 短线的支撑 所以下去买 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可靠 未来破断行情 秦老师忠心的邀请你 跟我一起来掌握 所以一样 再回到节目现场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眼步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神龙独鼓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过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全景动静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败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员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金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员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阿孙子啊 阿孙子啊 这不是你为我 笑得很开心 对啊 因为看到阿孔每天都很开心 我就参加政府基盘的外团 这么处理哦 卡伊旧六六 就叫观众园 会来变过啊 如果真亲切 他们的照顾 也让人很感谢 你看 政府对老人的父母 很多传哦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6月4号的逸华电 受到一位外置分析师的影响 国民起码 发布一项研究资料报告 他看坏逸华电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讲过了 不用理会这位分析师 所分析的一个研究报告 因为他之前的一个报告 都被打脸 很多次 包括他说 去年度的iPhone XR 会卖得很好 结果销售数字 是不如预期的 所以我只告诉同庙 不要随着外资的研究资料 而起舞 讨不到便宜的 你看到外资发布利多 去追那一档股票 他会下来 你看到外资发布利空的报告 你去空那一档股票 他会上去 这种经验太多次了 所以真正有价值的分析 或是有价值资讯 一定是辛苦发掘而来的 建老师默默在耕耘 默默在布局 当天 逸华店有因为他的利空 跌停板吗 我说下杀取量低档 积极承接买盘相当的踊跃 我当天告诉会员 62可以买逸华店 当天收盘是90.4 买完之后有更低 没有错 但是看好 就要确实的逢低承接 隔天6月5号 我还把利基这档获利卖掉 然后直接再去加码 逸华店加码在91.8 很清楚的脉络 今天逸华店 大盘跌54点 他尾盘拉高93.2 表现相当可圈可点 也就是说经过这位 外资分析师的一个 利空报告之后 他强势整理 他没有连番重挫 非常的抗跌 你们看到为什么那么抗跌 最新5月营收 仍然年成长超过一倍 你自己看一下 逸华店 2月份到现在5月份 跟去年比较 营收面 是不是都成长超过100%以上 都超过一倍 你要相信外资的报告 还是相信欣龙老师 你认为跟谁 那个胜算会比较大 所以整个逸华店 低档强势整理 不管你买在92的 或是买在91.8 今天93.2 也是都探紧 所以这档一华店我看涨 跌不下去 利空 足底 跌不下去 接下来就要准备涨势了 低档区 不是高档 因为之前的高档 我曾经做两趟 27% 21% 3月14号132卖 当时候卖在132 对 卖在这个高点132 132卖掉之后 150 当时候也是很多分析师 去凑热闹 对 这么那乱追 套下也不晓得如何解决 对 因为我遭受到 很多其他分析师他们会员 竟然跟我讲 他们老师就买在140 150左右 那套下也不晓得如何处理 但是清老师是 高档132有卖的 这边不追 等待落底 足底的逢低承接 你的胜算 会不会比较大 为什么看到液滑店 明星级的产品COF 让他的业绩倍数成长 以前的一个手机萤幕 都有边框 所以你要看的一个内容 相对的会被缩 现在有边框的 要改成没有边框的 全萤幕的 就是要靠逸华店 这一款COF的技术 所以这个技术是 不管现在的4G 或是5G的手机 一定用得到 因为全萤幕的一个手机 是现在跟未来主流 你听到有没有 所以在低档区 会告诉你一档股票 投资价值的分析师 才是优越的分析师 如果你跟他并肩作战 相信你自己 也会感觉到很优越 像环球金 我是等到他本益比 低于10倍 我才出手 我有带你去追高吗 是不是 等待当然是有价值 价值投资内容 所显的股票 一定是价值型的买点浮现 我才带你出手 是不是 这档环球金 之前三五四卖 这样一大段一倍 三五四卖完之后 263接280加码 3006卖 这你都看过了吗 是不是高档区卖 高档区卖掉的一个环球金 等了快三个月 打下来 本利品不到10倍 我才出手 是不是 我有带你去追高吗 300以下送我的 我不跟你说过 纪念环球金 赚超过30块钱的EPS 所以5月21号 来到296.5 本益比是不到10倍 21天转折买点 低档支撑到了 对 300以下都可以买 上去之后有价差 打下来 第二只叫买点要出手 他们打下来让你买 他们打下来让你买 那会买嘛 不是跟你预告了吗 他会回档 第二只叫买点 299 大家买进了 回档修正 来到295 看法不变了 300以下都可以逢低成绩 所以5月28的环球金 298.5一样低接 就低档买嘛 礼拜305 礼拜2309 昨天317破断高 既不要追 我们已经赚了20块钱了嘛 是不是 所以不要去乱追高我的股票 但是可以跟我一起来低接我的股票 这场环球金是高价股的 它有价差也有波段 听得懂了自己打电话进来 所以整个环球金昨天波段高 今天环球金跌最低来到305.5 收盘307跌3块钱了 这种股票还会再涨 它还会再涨 它没有走完 你听我的意思吗 这种股票 低档区刚足底完成 如何赚取价差跟波段 需要金老师拉你一把握 你就不用客气了 我喜欢在一档股票跌的时候 告诉你逢低买 就要目前的台股 大盘的走势 今天涨 现在就开始要大张小的 大张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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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过1097 我这几天阐述的概念 就是如此的明确 金老师的分析风格 不喜欢画大饼 我没法碰风 我做多没有错 但是我不会夸张这个行情 用一种画大饼的一个梦想 来吸引你的目光 来让你参加我会员 你要看好我的一个操作 你要欣赏我的理念 对 欣赏我的手法 你再加入我的行列 怎么带进的 怎么带出的 对时对价 哪一位分析是做得到 哪一位分析是做得到 把会买进的抗讯 跟卖出的抗讯 一五一十的拿出来 跟你对时对价 谁做得到 股票市场上赢家总是少数 你要跟着top级的赢家 你才有办法赚到可观的财富 所以这张股票 今天大盘跌 他刚好回档三天 要不要买 今天买有赚钱 对 来到相对低档支撑 买到这个位置 今天收缴 为什么要买它 技术面回档三天叫转折 来到支撑 当然可以买 因为它的基本面太棒了 五月营收年成长超过一倍 我也可以跟你讲 不止一倍 不止一倍 就像传奇 经验度的一到五月份营收 都超过一倍 是不是 四倍 三倍 两倍 一倍 五月最新营收 两倍多 所以这张股票基本面 那么漂亮 对 一款游戏 让它的业绩暴增 所以礼拜二出现天亮 八二跟我买 买啊 亮仙价型概念一定还有高点嘛 礼拜二买完之后 礼拜三亮灯 今天台股跌了五四点 它还大涨8.3% 两天18% 要赚你破断行情 这个时候你不参加我行列 你什么时候要参加 所以这档机会性的个股 基本面跟传奇一样 营收年成长超过一倍 我趁它回档三天 告诉股票买 今天买的马上赚钱 未来的波段利润 秦老师再度的提醒你 跟我一起并肩作战 一起来掌握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 包括你的持股 不晓得如何转换的 把你的持股 如何调配到一个绝佳状态 需要秦老师帮忙的地方 真的不要客气 我会你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飞车之客也有大胜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就知晓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盛平铺 并自负 口吹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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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自己安排在一起 程度谷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过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代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胆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努力 快速累积几效 灵活攻守 正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误会展现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青装板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艺术战手受勇无穷 蔡老师入会展现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我的车啊 油门一吹下去 没有任何一个人 看得见我的车尾灯 这么神奇哦 很怕 前车一下 对我那么好 难免我 麻烦这边谢谢 先生 先生 这么神奇哦 还把警察当酒友 你刚刚造势了 人家是要怎么样 看得到你的车尾灯 你在不现行酒厕 将送你去医院协检哦 酒驾 林同志 全名同心 反酒驾 现在公安危险罪 一宗法弹